美国精分又严重了 耶伦称中美脱钩是灾难 对美国来说确实如此 但责任从来不在中国身上 少来花言巧语 大家好 欢迎来到赵太尔观家室 不得不说有的时候真的让人不得不怀疑 美国是不是把中国人都当成傻子 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么跟精神分裂似的 一边打压一边又不停地对中国说好话 就比如在美国政坛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他共和党都坚持要打压中国 或是发起贸易战和芯片战 或是在菲律宾新开四座军事基地 或是挑动台海局势 甚至最近还有风声说 美国打算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的科技封锁 这装装渐渐哪样不是在朝中国的软肋下死手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 美国在反华的道上是越走越远 动作越来越大 而中美关系也是因此越来越长 高层甚至连电话都打不通 更别说建立中美关系护栏了 即便是这样 美国还是死心不改 对中国的敌意是分毫不解 但另一方面 美国他又自己很清楚 自己的经济状况相当危险 债务危机这个雷随时都可能爆炸 正是去中国来帮忙拉一拉的时候 所以时不时的就有高官对中国说两句软话 美国财长耶伦他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最近频频向中国示好偶尔表达一下自己想要访华的意愿 在最近一次公开演讲上 他更是直白的指出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有必要建立起富有建设性和公平性的经济关系 而美国一旦与中国脱钩 所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中美脱钩会是灾难吗 对美国来说当然 毕竟再没有哪个国家跟中国一样 吃得下美国每年泄洪般的财政放水 这儿就不得不感叹一下美国某些人的厚脸皮 明明采取手段打压中国的是美国 拉拢盟友孤立中国的也是你美国 胡乱伸手干涉中国内政的还是美国 但美国的官员们却依然能够若无其事的表示 美国并没有彻底扼杀中国的打算 现在乃是将来所做的一切针对中国的行动 那都是不含恶意的 甚至还能倒打一耙 摆出一副 我都这么给你面子了 你还不把自己洗干净 端上餐桌的嘴脸来 那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说白了 美国还是没从世界霸主的幻想当中清醒 还沉浸在当初一家独大 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完全不用顾及后果的光辉岁月当中 只不过时代就变了 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强大 当初埋下的反对霸权的种子 现在正在飞速的生长 所以我们能看到 身处美国后院的巴西 现在已经成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力支持者 身为美元霸权基石的中东 也正在抛弃美元 探索其他结算方式 而身为美国传统的盟友 欧盟的领头羊法国也高喊着 欧洲要独立自主的口号 而可以说 一个新的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已经有了出行 其实当然 如果美国能够认清现实 为重建中美关系 做出真心实意的努力 不再玩无脑打压那一套 或许将来的世界舞台 还有它的一席之地 但要是跟现在一样 始终放不下身段 甚至妄想着利用中美脱钩式灾难 这种花言巧语来掩盖过错 甚至还想哄得我们割肉未鹰 那不好意思 中美脱钩所谓的灾难性后果 美国你自己要承担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 请不吝点赞转发